经地图溶渡炸坑的三个注意事项 中所周物资 只要承认经典模式第八章地图溶渡 有一个隐藏玩法 那就是小部分障碍物是可以被摧毁破坏的 其中还包含了野区地面 破坏方法就是爆炸 那么爆炸图形有四种 首先是溶渡地图爆炸一个C4回归 但是数量极少所以我没收到 其次是打爆车之后产生爆炸 也可以起到改变地形效果 能爆炸当然还有油桶 打爆之后地形也可以改变 除此之外还要排气炮 当然最常见自然就是手雷了 那么你提来了 如果我试图改变这片湖泊地形 里面水会不会随之流动 仔细看别眨眼 没错随地形改变 湖水居然也会随之填满 显然这一刻大家已经分不清是游戏来现实了 那么有意思就来了 如果我们爆炸物足够多 就可以把这片湖水引到马路中间 甚至地图另外一侧 不过此番需要爆炸物数量极多 难度堪比南水北掉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去试试